新闻風之爺 歡迎球迷朋友們鎖定FoxTV家族跟民視轉播團隊所帶來的 2019年的第五屆亞洲大學三對三籃球級標賽 民視的工程其實還蠻浩大 OB車是直接開上船 然後由船運吊掛上了貨櫃 而且駕駛的司機也還在裡面 然後開進了這艘大貨輪 然後貨輪來到了金湖縱合體育館 在戶外搭設籃球比賽的場地 所以整個工程團隊也是蠻難得的 我記得在早期的時候 1998年左右的時候 當時鴻國跟戰神籃球隊有環台的一個表演賽 等於說當時CBN已經告一段落 但他們還是希望跟球迷有一些互動 那時候環台賽也曾經來到金門 所以那時候一起過來轉播比賽 很熱鬧 然後戰神有蘇哥還是陣中王明斌 在陣中泰勒 泰勒外線射手 那鴻國當然就是阿三跟龍哥為主的一個陣容 那時候的金門球迷一定非常非常開心 對 沒錯 現在相隔二十年之後呢 籃球又回到了金門 那北師大女籃隊前姐呢也是 是 將士用明今天一大早北師大女籃隊就去練球了 沒錯 這一場最重要了 對蒙古大學的比賽 國立蒙古大學的比賽 誰贏誰就進市獎 沒錯 分組要去搶到前兩名 剛好北師大這一組有伊朗又有伊朗 沒錯 而且他們剛才才一分之差輸給伊朗 這個場場壓力都非常大 所以伊朗的伊朗自由大學已經是確定晉級 但是另外一個晉級名的就是看這兩隊 沒錯 藍色的北師大大學對戰紅色衣服的國立蒙古大學 那國立蒙古大學在去年馬來西亞那場的亞洲大學三對三 他們是獲得第五名 是 那男子隊他們曾經2017年拿到冠軍 小心 增強籃板 保護住 然後是北師大的球 北師大當然有9號的宋若萱 7號的莫逸文 11號的陳秉環 以及15號的林婷玉 那林婷玉身高183公分 就兩隊來講雖然最高的一位 但是他被卡在外面 爭強籃板 他呢是徵求的犯規 而對犯規要記上兩次 現在對犯規如果超過了六次 到了第七次之後就要發兩球 是 對三對三的一個比賽來到了我們金門舉行 一個單檔 看到了就蒙古大學他們還是有掩護頭籃 對 而且抓到金門籃板之後身體崩撞蠻強的 沒錯 蒙古大學他們做非常多的小組合作的應用 這個火鍋開帽可以這樣講 13號的歐諾巴頭身高有179分 很壯碩喔 沒錯 他是 這個企圖性看起來相當的強 他主修的是柴瑞喜 外線出手 宋若瑄差一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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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但是這個球場是比較小的 就是寬是15公尺 然後寬是11公尺齁 長是15公尺 是 是12秒鐘而已喔很快喔 到內線給林婷玉 可以 球進 沒錯 林婷玉要積極的利用他高度的優勢喔 對於內線做到一些 有效的單打 造成了 國立蒙古大學的失誤 那北師大 現在 要得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北師大努力 莫以文切入 身體碰撞很重要 這場應戰喔 兩個人爭搶 莫以文跟林婷玉自己搶出 被蒙古大學拿到 比沒有犯規要自己球出界喔 好球出界北師大球 這種武裝喔 只要是合理的範圍之內 都是 就是街頭籃球嘛 就是要鬥牛 鬥牛就是你要去看到這個 兩邊在進攻的過程當中 都有非常多激烈的碰撞 然後碰撞完之後 你還有有辦法得分喔 插板 莫以文的這一季外線球 取得3比1領先 當然防守上還是要鑽住 防守還不錯 北師大防守還是蠻好的 右邊 上籃 爭搶籃板 遠距離籃板會比較多一點 沒有掌握到 全能回到門古大學 門古大學的7號 巴蘇倫 7號的巴蘇倫 他曾經到台灣 在台北參加一個國際的 五對五的籃球賽 那是五人制的籃球賽 所以是第二次來到台灣 第一次來到金門 就是11號以及13號是兩個主將 變環 齊庭 抓到金國籃板了 蘇柔軒 差一點 又被13號的大主將 這場 這場 蒙古大學是在烏蘭巴托 首府 發生失誤 好球 加強防守 蒙古大學這邊 不斷地利用這個對球掩護 不過我們看到 北師大的防守也非常聰明 大量地做到換防 也阻止了這個蒙古大學 有可能產生的空檔 外線莫一文 抓到 進入籃板了 看看身體瘋狀 好球 凶悍 凶悍 被封到一個火鍋 進攻時間還有時間陰影 蘇柔軒大學 在下盤這裡 就已經 就破壞掉了 嗚呼 沙漠 出門 非常漂亮 非常遠距離的一個 這個 投射 目前他已經投進了兩個外線球 好這是一個龍賴動作的犯規 加入了我們蒙古隊隊進行 一致的發修 目前他雙5比5 5比1 所以你看到這個出球 這個跟我們一般這個 公園鬥牛不太一樣 公園鬥牛第一球不能自己投 那這邊的比賽他是可以第一球就直接出手 好 所以防守對手上的這個碰撞 好這是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他也判了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對 現在 國立蒙古大學的同學是倒在地上 剛剛 莫宜文也非常的積極 其實在 三對三呢就是身體碰撞的確實是滿多 那 因為先前 就有直撞 對 摩宜文 人火當然這個動作是過大 確實 但我覺得這個球應該 沒有真的打到 因為如果打到應該是手肘打到 鼻樑會比較痛 這個球應該是 掃到 掃到 這次亞洲大學三對三籃球錦標賽在進門舉行 也是推展進門觀光的相當好的一個活動 在金湖綜合 體育館的戶外球場來進行比賽 天氣也非常好 剛好進入轉播的時候呢 是天氣最好的時候 也適合進行戶外轉播 但是因為風比較強 劉文怎麼樣也為了蒙古的選手掌聲加油一下 希望他很快就可以回到球場繼續奮戰了 蒙古隊的八號的 甘把呢先暫時到場邊 然後兵戶一下 因為違反運動道德呢是兩次的罰球 第一次沒有罰進 那罰球罰進呢也是算一分 對七號的罰球人來講是比較可惜 178公分 2比5 現在還是北市大局的領先 一個不小心彈得過多陳平環 那在我們三隊上的比賽當中 在這邊剛好呢也給大家一個機會照例 11公尺寬 15公尺寬 我們原本北市大的團隊犯規是三次 但是這個EU的話呢要加兩次了 所以目前我們北市大團隊犯規已經來到了第五次了 對 司儀也解釋了齁 這也解釋非常清楚的耶 違反運動道德呢是犯兩次了 直接加兩次了 直接加兩次了 所以現在行進是對反規已經到五次了 沒錯 那到了第七次就要罰兩球 摸一文 打人 結果林婷玉被打到外 哇 他身手干擾 個人呢如果兩次呢 除了呢有兩次的滑球加球群之外 保護好籃板球 陳平環交又被摸一文 外線再再來一個看看 打了一點 戶外這邊好風又大喔 最新不容易拿好 而且你剛好如果出手的時候 來一陣風 陣風 你還要去考慮這個風喔 是不是剛好有這個起風的狀態 所以我們看到金湖地區喔 金門這個金湖地區 它這邊是比較空曠 那這邊它這個風是一陣一陣喔 那瞬間其實會有一些強風喔 所以你在出手的時候可能還要去 是不是這個 測一下這個風向跟風勢喔 再來選擇出手 也比較適應喔 這個場地環境喔 那街頭籃球就是在戶外 也很好 這一次判的是 蒙古國立大學的犯規 那現在是對犯規才是第一次而已 對 所以你看這個在一般我們看到 在這個公園學校 在打三對三鬥牛的這些 非常厲害喔 一直佔據球場的這些球員 對贏的就繼續留在場上 他們通常都是這種身體碰撞性非常強 因為都是先往內線打 因為你外線的投射 因為有風向的關係喔 你不可能每一球都這麼準 往內線能夠不斷地去競爭喔 打這種競算 基本上你留在場地的機會才大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一支隊伍裡面四個球員喔 可能要有兩三個齁 這一次林田玉可惜 三分一響的要站上八二線 就是 小前鋒或得分後鋒的球員 適合打三對三 我覺得應該就是像 拉布朗這種 其實你看 剛剛我們看到伊朗球隊的女孩子 四名球員幾乎都180 而且能里能外 沒有特別高喔 沒有矮的 你遇到的矮個子 他就往裡面去模擬嘛 對啊 然後碰撞完去要這個得分 遇到高個子 他可能拉出來去投你三分線喔 對 所以各種隊形是都有可能喔 對 那也都可以挑戰看看 這個三對三 對 矮小的球員其實還是有機會 對 其實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他本身對抗性活動性要好 對 所以一般看起來 像北施大的這批球員 也是對抗性看起來不錯的齁 對 像秉環或者莫以文 壓上去喔 至少干擾對手 而且有那種拉扯 是 有鬥點 哇 小心注意 右邊 陳秉環的犯規 對 現在對犯規已經到六次了 是 下一次就要發兩球了 沒錯 一半的時間 不過 不過北施大不得不 因為這場球是不能輸啊 對 用盡全力在防守 不讓對手有很輕易出手的機會 對 那現在戰場罰球線是11號 更上看呢 法晉瑩現在追成了3比5了 蒙古大學都是得一分球 莫以文看他能不能再來一個外線 自己接入也很好 製造犯規戰場罰球線 好 反規是8號的趕快 趕快 趕快再度上場 團隊犯規來到了第三次 我以為也是能理能外耳 對 身體的碰撞非常多 是 那在 像 昏古的 朋友們 他們 後髮技也非常重要 莫以文個人得5分 要趕快防守 對 莫以文張到籃板 還是藍隊北施大的球 好 現在 北施大特別要注意 不能讓對方能夠輕易在這個三分線外圍出手 因為一出手兩分 追上來的速度就很快 如果你讓對方一分一分拿的話 如果 現在其實我們看到北施大領先三分 是有一定的這個安全的位置 對 身體碰撞多了以後命中率會下滑 對 這部分 其實對兩隊要求條件都不一樣 是 體能消耗還是非常的大 非常大 那蒙古這些朋友他們 在草原上都會這個騎馬 另外 當然他們現在在市區烏蘭巴托也是蠻進步的 所以大部分都在市區 住在市區 就不是住蒙古包的 國人傳球意識還不錯 隨時 三個球員而已 所以每個球員都隨時要注意要接應 要準備要防守以及接球式 其實我想到蒙古第一個心覺就是他們的摔角很厲害 對 所以身體對抗 基本好像從小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什麼競技的活動 在這個草原上面兩個人圍起來 把對方好像是要搬出去 對 蒙古的角力是非常強的 那如果這些選手從小都有這種角力的基礎 來打這個三對三 也有一定的優勢 沒錯 那另外暫停時呢 是兩隊各有一次 不過 教練不能又進場 對 球員自己要來應應場上的狀況 研究 也許有一個隊長 在場上的這個隊長 但是 大家要互相的 理解 理解球賽 解讀球賽來應應 要在非常短的時間 趕快把問題找到 那像北施大現在當然領先了三分 最重要還是要積極的防守 你不能讓對方追的太快 所以可能 外線的得分是比較快的情況之下 真的要貼上去 貼上去 你看雙擋欸 哇 掩護者犯規 掩護者犯規 十三號的 掩護犯規 王谷這個戰術其實非常好 一個HANDOFF之後 馬上 製造了一個這個 大人 這個外線投射的機會 對 對 到雙擋規 雙擋規 上來 雙擋規 相當重要 現在 現在 快 雙擋規 雙擋規這陣子 哇 哇 哇 雙擋規這個防守非常積極啊 對 有時候 在場上要有那個霸氣 是 輸人不輸陣 沒錯 哇你看這個球 回過去 哇 這個火鍋打得太漂亮了 三對三的碰撞相縮的 而且 在合理範圍之內 裁判的不會名勝 對 我覺得三對三的比賽 感覺他激起的程度 更勝於五對五啊 啊 哇 十二二十五 哇 連續幾次 在攻防兩端 都有非常優異的演出啊 倒在地上 爬起來要防守 哇 現在 先的這個距離啊 這場比賽 非常有機會拿下順利 哇 這個 兩分 兩分的這個得手 非常重要 北西大英 躲進了三個兩分球 對 然後挺的效果蠻大的 馬馬 對 曾經環換上來 他看起來 莫維文還有李婷宇 可能要打滿全場 是 外線出手 並且爭搶 莫維文 保護住喔 各矮小 四兆犯規 三三反二線 而且出手投來 好 這是一個投籃動作的犯規 真的 就 身體碰撞好 非常好 就是軸心 重心低的這個球員 還是有機會的 是 摩維文當然他老將啊 他這個 打球的這個經驗值非常好 那身體 也 也夠厚壯 那他也 很習慣去跟你 在這個 一對一碰撞的過程當中 他很有耐心 他去判斷 到底要 持續進貨還是要倒傳球 小心就是 十三號的投籍的一個 萬線球 現在最強的5比10 還有四分多的狀況 也很快 也很快 要注意 曾經環 被 干擾時間快到囉 哎呀不算 球竟不算 球竟不算 這是現在進攻12秒的唯一 從前兩回到的時候 我們 國立大學的同學呢 他們會講英文 他們的英文非常好 但是反倒他們不會講華文 就不會 不會講華文 國立大學 他們上屆獲得第五名 外線投射沒有 卡位正向籃板球 還沒有出界 出界喔 是籃方 還是北市大的球 10比5 領先但是還很難講 要小心 還很難講 剛才前面講過 在這個三分線外圍 投進就兩分 兩球你就四分 很快 對 宋如說也能夠抗衡 對 而且他有那個氣 就是 不服輸 然後不怕 這真的 好兩隊的同學 都已經來到了第六次 類似橄欄球 然後或者你講的摔角 都有融入進去 是一個綜合性的一個運動 對 因為大家都想要往這個金區裡面搶攻 那進攻端 防守端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產生非常多的對抗 這個投射的一個範圍 要拔兩球 而且現在範圍也已經來到了 這個七次了 對範圍 七次的拔 所以要發兩球 這部分呢 也是每次大家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對 如何拿捏 是 發出人 而且你到了第四次犯規之後 兩球投完 這個球權還是歸這個 罰球隊伍 對 那你就不能再去犯規 因為這個就更傷了 對 沒錯 現在雙方只有三分的差距 這一進來是宋榮軒 左手大將 哇 你這個 投完呢 你連歡呼的時間都沒有 沒有 因為對方馬上拿到球 準備進攻 對 所以 現在團隊犯規 對 宋榮軒就投完以後 真的要跟上軍隊 馬上指揮隊友 你不能漏 宋榮軒呢 得到了五分到目前為止 另外莫宜得到六分 另外林婷宇得到一分 現在對北市在來講 你只要一犯規 對方就站上罰球線 所以呢 要控制好了 有兩次罰球 現在對犯規來到八次 現在團隊犯規 已經來了第八次了 很像的移動的阻擋犯規 莫宜文其實已經先站到位置 對 可看你 不看之間 然後至少孫若軒抓了進入籃板 這球沒有罰進 小心 莫宜文 過來掩護時間也很快 就已經到了 所以要出手 遠距離球 孫若軒小心滑了一下 徵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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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對三個比賽當中呢 如果遇到徵球 是防守 防守 徵球的時候是防守防的球 所以 防守也鼓勵 認真的防守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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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非分 忍很遠 輕鬆 他 坦白 就是 另外就是 財務系也有兩個球員 那蒙古國立大學的男子隊在2017年是獲得亞洲大學三對三籃球賽的冠軍 去年在馬來西亞的比賽女子隊獲得第五名 當然女子隊的比賽連續兩屆都是文化大學獲得冠軍 亞洲大學來說 陳秉煥 球出界 是 還是碰到了 蒙古大學出界的 所以是藍方 北市大的球 三分鐘的時間還蠻長的 莫以文被干擾了一下 而時間 也是 已經到了12秒 蒙古國立大學 對 男女的三對三都相當出色 林婷筠壓上去 動作比較慢一點過人 到右邊再轉出十 籃下三秒 對 北市大的補方 輪轉補方非常的快速 眼看蒙古大學 也利用幾次的對球掩護 在內線 找到了很好的空檔 你去看到這個補方追 追防的速度非常快 保持12比7的領先 接著陳秉煥 身體合法的碰撞球出界 看球權在哪一邊 還是北市大的球 至少這一陣子看起來北市大 防守相當穩定 抓進攻籃板 但落進了蒙古大學 必須要洗球出來 小心 過了林婷玉 林婷玉抓到籃板 蠻重要的 穩住 12秒17期間很快就到了 陳秉煥 碰撞 像剎車遠距離籃板 最弱到陳秉煥手上 莫宜玉也很有經驗 掉到籃下了 哇 可惜了這一球 北市大現在 他們有兩個地方做得非常棒 第一個防守的壓迫 第二個 他們在這個籃板球的這個衝角 不管進攻段或防守段 他們都非常積極 其實消耗相當多 但是也先持住 早上一大早就先練球 現在吃早餐 哇 防守方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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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頭有撞到啊 郭宜文 包括腳踝扭傷這些 那 電子站上去還 還蠻舒服的 就是 會站上去過 還算舒服 但是有的電子就是會 對 我們這個場地應該是有額外架設的 所以這個原本的塑膠墊 下面其實它是 用架設的一個空心的一個場地 對 如果你下面是水泥的話 這個摔下去 會很麻煩 OK 如果你像木地板的話 它 木地板基本上它下面還有環送電 喔 PU電 所以一般在好的這個室內球場打 你摔下來 基本上頭比較不容易受傷 那戶外喔 如果這個水泥地 水泥地 一般的水泥地的話 這個摔下去會非常嚴重 喔 保護這一環喔 也要非常注意 對 對不起 應該是陳秉萱 陳秉萱 外線 投射沒有 抓到 宋若萱至少進攻籃板 還是相當努力的拼搶 這個犯規呢 是蒙古隊的場地犯規來到了 第八次 蒙古隊的場地犯規 也是來到了第八次了 也要由宋若萱來罰兩球 這名宋若萱還有莫怡文 再加上林婷玉 是這次北師大四名球員 目前宋若萱拔劍這一分也是 現在每一分都很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遠距離籃板林婷玉保護 差一點喔 不過北師大你看到 他們 尤其林婷玉喔 他對籃板的這個 呃 企圖喔 非常強 而且他就算搶不到 他會拍給他的隊友 那你每一次的球權 其實都非常重要 也是 不讓對手那麼輕易的拿到球 對 而且整段他們的進攻節奏 是 哇 這個拉扯真的像摔角一樣 哇 莫怡文拚了 拚了 哇這真的拚了 對 這真的是鬥牛 哇 也有像 角力也好 或是相撲也好 有點像 要球不要命啊 哇 這個球你看手都勾在一起 哇 好 澳湖國立大學 站上了發球線 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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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對 好起來還加強防守 是 隨時身體碰撞沒關係 對 再跟上去 12秒快到了 哇 逼著對方匆忙出手 是 來抽 來抽 是 蒙古國立大學的球 不過看到北師大 有備而來 沒錯 這個球進球 而且進球之後 還持續的加壓 超到球馬上在內心 又取得一次 得分的機會啊 林婷宇得到2分 宋盧瑄得到了7分 另外莫穎文也得到7分 好 蒙古大學這一球打得漂亮 一次簡單的合作 造成對方補防的漏洞 剩下1分03秒 北師大學現在15比9 領先 趕快去買一個 好 給宋盧瑄的同學 就靠你們捐一個法菇 還是 要專注啊 對 這三個外線球 就已經可能追平 好 不到1分鐘時間 15比球 林婷宇卡 開籃 在籌備搶走 小心 也是合法的爭搶 可能投外線 所以三邊三個對於這種 所謂的身體的對方 真的很重 哦 防守夠兇啊 從前回到的是我們北新的 城市 不過你去看這邊也是hand check 兩邊其實防守的這個押迫性 對抗性都很足夠 對 現在投射鋒一彎 哇 這個厲害 哇 你看到這個角度加上有這個 戶外的那個風 風勢的影響 你看他出手的彈道還那麼穩定 北市大投進了總共五個外線球 而蒙古國立大選人只投進了一個 投進了第二個 但現在北市大領先的有六分還有25秒 仍然要注意 莫宜文時間快到了 要出手了 莫宜文再來一球差一點點 蒙古國立大選投外線所以要跟到 突然轉身得一分球 我們投進是7比12 再來是國立北市大 時間即將要終了最終 17比12 北市大是分偶擊敗了 蒙古國立大選 對 停進到四強 哇 相當不容易 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你去看到這場球 北市大用盡全力喔 在勤攻完之後 完全沒有鬆懈 持續的防守的加壓 那在這個每一球的自助比較的情況下 這個分數慢慢拉開 但是事實上蒙古國立大選 也不是落者喔 他也持續的去把這個分數 慢慢的往上加 我們看到 球員間教練非常開心 因為這場球贏了 他們能夠進入到決賽 未來北市大當然進入到決賽 他可能又是一番新的局面 確實 北市大這些 三個球員的身高並不算太高的情況之下 仍然在場上發揮相當好 對抗力也非常不錯 三個球員沒有人超過170 沒有超過770 那最終是 以17比12的擊敗的蒙古國立大選 挺進到了女子組的四強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繼續回到金湖綜合體育館戶外籃球場 亞洲大學三對三籃球檢標賽 這就是最終能的 我看到這位八三百五千 我看到那位三兩十五千